对于香港四大家族,对让我们熟悉的非李嘉诚莫属。 然而李嘉诚已故的原配、庄月明,却显为人知。 李嘉诚的老婆是如何去世的呢? 李嘉诚1928年生于年广东潮州,后来由于日本侵华,李嘉诚的老爸带着全家人逃到香港。 李爸意外去世后,15岁的李嘉诚就辍学去舅舅庄敬安的手表公司上班。 庄敬安是香港第一手表商,一个有名的富豪。 李嘉诚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和表妹庄月明相爱,然而却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,包括李嘉诚的母亲也不同意他们在一起。 无奈之下,李嘉诚离开了舅舅的手表公司。 都知道李嘉诚靠卖塑料花起家,但其实李嘉诚的创业史离不开庄敬安的帮助。 李嘉诚20岁在一家塑料厂担任总经理职位,27岁就自己办起了塑料厂,30岁投身地产事业彻底发家。 而庄月明当时为了能和李嘉诚在一起,不惜和家里断绝关系。 后来因为怀孕,家里人才默许了这段关系,并在李嘉诚35岁时迎娶了表妹庄月明。 庄月明作为一个真正的富家千金,精通多国语言,曾获得香港大学文学学士,也有过日本留学经历。 他为李嘉诚生了两个儿子,大儿子李则聚和小儿子李则凯。 虽然他一心相夫教子,鲜少露面,李嘉诚对外也很少提及。 但他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女人,正是因为他在背后为李嘉诚出谋划策,拉上娘家人的鼎力相助,李嘉诚的事业才能快速地稳步上升。 长江实业上市后,庄月明也是公司的核心决策人之一,可想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。 然而,为了自己的丈夫,他甘愿摒弃光环成为李嘉诚背后的女人。 那个时代,香港富强包养二奶的风气盛行,李嘉诚身边也有许多红粉之脊。 丈夫对感情的不专义导致庄月明开始变得郁郁寡欢,身心疲惫。 1989年最后一天晚上,年仅58岁的庄月明与李嘉诚参加完营新晚会后,第二天便离世了。 在庄月明死后没多久,李李嘉诚小33岁的红颜知己周凯璇很快就进入了大众事业。 他们开始出双入队,一起合作投资,俨然一副夫妻档形象。 自1990年至今,他离世已有33个年头。 这么多年来,无论刮风下雨,李嘉诚都会去祭拜王妻。 庄月明既是他的原配,也是他的贤内主和知己。 他还有一重身份,是李嘉诚的表妹。 这个表妹,对表哥一往情深,不遗余力地帮助他和关心他。 1989年12月31日,李嘉诚夫妇出席军月酒店的新年晚会,气氛热烈。 第二天庄月明便被发现在旭河道的寓所逝世,中年58岁。 夫妇俩正值盛年,何况庄月明前一晚还荣光焕发,消息传开令众人震惊。 官方给出的说法是心脏病突发,抢救无效。 民间却流传李嘉诚的桃色新闻,导致庄月明心情抑郁,健康状况日益恶化。 真相不得而知,不过自母亲去世后,李泽凯便从家中搬出,自立门户创业,后来屡屡传出父子诗和的消息。 前妻刚去世,李嘉诚为他在母孝岗大建了庄月楼。 他有两部分组成,一栋是庄月明楼,另外一栋是庄月明文娱中心。 远远望去很像一口棺材,内部构造更是奇特。 旋转楼梯,电梯只有上而没有下。 而文娱中心的楼梯竟是用上等棺木制成的。 即便是阳光明媚的白天,里面也布满阴森之气,雨天就更不用说了。 因此香港人称其为镇魂楼,亦为困住王妻的灵魂。 不过也有人说,这单是为了聚才,就算李嘉诚不顾念夫妻情分,两个儿子也不可能不考虑到。 时至今日,这还是个谜。 反观隔壁的赌王和刘鸾雄,原配都没有好下场,死前都饱受病魔折磨,难道这是定局吗? 还是说白富美配穷小子只配存在于童话中,总之婚姻还是谨慎为妙。 关于庄月明的死,坊间有过诸多猜测。 官方的说法是心脏病发作,但吃瓜群众更愿意相信庄明月死于自杀。 香港企业家简作家梁凤仪写过一本名叫《大家族的书》,其中就映射了当年庄月明因李嘉诚包养二奶不堪背叛得了抑郁症。 虽然庄月明对李嘉诚一再忍让,只要他不把女人带回家就可以。 但李嘉诚并没有做到,庄月明发现后不堪忍受选择了自杀。 李嘉诚对此也没有做过回应,更让这件事变得扑朔迷离。 无独有偶,2003年香港资深媒体人刘山出版了一本名叫《神话背后》,李泽凯的书。 这本书披露了李嘉不少内部照片,以及相当详尽的细节。 但这本书面是短短两天就被周凯璇买断版权,从此消失无踪。 传言当时,李嘉诚有意迎娶周凯璇引来了小儿子李泽凯的反对。 所以人们相信,为了表达不满,庄家和李泽凯故意放料出来。 李泽凯与母亲关系深厚,自然见不得在母亲去世后小三上位。 吃瓜群众分析,李泽凯很有可能用这种方法对两人施压。 李泽凯和哥哥不同,他很早就自立门户。 如今李嘉的事业都由老大李泽去打理,李泽凯并不愿意继承家业,这其中原因很可能正是因为母亲。 当年,庄月明去世后没几天,李泽凯就从家里搬了出来。 对外的口径是工作不方便,但吃瓜群众觉得事情并不这么简单。 李泽凯在公开场合很少提及家族内部的事情,和哥哥关系看上去也不太亲近。 就连李泽聚结婚,李泽凯也并不在迎亲队伍。 等到十一点多,新娘已经被接到李家,他来姗姗来迟。 不知道九泉之下的庄月明是否后悔当初看走眼。 李嘉诚当年与庄月明结婚到底是因为爱情还是因为其他原因? 我们不得而知。 同样的故事在赌王和洪参的原配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同样爱上了无产的丈夫,同样的为爱情义无反顾,也同样的不得善终。 对于生死而言,佛教主张的是无生无死,无常无我。 佛教认为,万物的本质都是空,人的身体也不过是因缘的甲合。 因缘甲合的物体都没有独立存在的自性,也不可恩永恒。 所以死亡是无法避免的,这就是生命的无常。 在另一方面,佛教有认为生死的轮回是可以超越的,导致人民沉沦在轮回苦海中的原因就是无名。 只要熄灭一切无名的烦恼,就可以脱离生死,达到涅槃境界了。 在佛教中,死亡的原因是,今生的所享受到的一切,均为前世善业感召的结果。 那么一旦福报耗尽,人就随着死亡。 一受尽死,即活到天年而老死。 这种死亡的人具有非常好的福报,此时一切都很干净,所谓受寝正中。 二福尽死,同才尽死,生理上的受限虽然未到,却因福报已享尽,缺乏生存的物质保障,而死这就告诉我们要吸福,不要浪费。 一个人一生的实路多寡,在咕咕坠地的那一刻便已注定了。 纪晓兰的哲儿与刘云鹏同时出生,所以实路相同。 但因为纪晓兰的哲儿生长在富贵家庭,从小娇生惯养,每天华衣美食,把一生的实路都提早享用完毕,所以年轻时便夭折了。 而刘云鹏却出生在贫贱家庭,整天节衣缩食,消耗的实路颇有限,所以迄今才能健壮地活着。 用佛法来解释就是人有福分与受分,如果福报想完了,受分还没完,就会早死或遭横火。 三非食死,又称横死,受术未盗,服役未尽,而是因意外的原因导致早死。 佛说一经,九恒经,把人非食死的原因归纳为九种,称九恒,时过饱,时所不宜,素食莫消而又进食,纵欲,尽大小便,犯罪,结交恶友,不注意避免危险等。 药师,本愿功德经,举九种横死为,患病不得医药及用药不当而死,被处死刑而死,纵欲过度,被鬼魅夺精气而死,遭火灾烧死,淹死,被猛兽毒蛇咬死,从绝壁山崖堕落摔死,中毒而死,饥渴而死。 现代人的横死,还可列举出多种,遭车祸而死,遇空难而死,因地震台风泥石流等天灾而死,被人杀死,被垫打死,遭雷击而死,冻死,醉酒而死,吸毒而死,沈迷网巴麻将而死,等等。 另外,从古到今,屡见不鲜的自杀而死,也应列为重要的非食死。 在台湾基隆有一家商店,店名叫做玉元号。 老板林先生做人很仁慈,他们那附近的居民都是捕鱼为生。 有一天,渔夫们用网子抓到了一只大乌龟,准备要杀掉,卖他的肉。 林先生恰好经过,看见在人群包围中有一只带宰的乌龟,正抬起脖子一直对人磕头,他的两个眼睛都流下了眼泪,似乎求救的样子。 林老先生看了,就生起侧隐之心,不惜大笔的金钱,把乌龟买下来,而且请人把他送回海滨去放生。 为了担心,有人又把他抓来杀,于是就在乌龟的假窍上写了预言号放生这五个字,等于是请求后来的人都慈悲,高抬贵手,放他自由重生,不要随便杀害他。 写好之后,他们就把乌龟放生了,好多人在海边看到这只大乌龟再浮再沉,向林先生再三磕头致谢。 大家看了都很受到灵性的感动,于是就彼此约好,以后遇到这种大乌龟,就不补,不载,不识。 这三不识的口号,到今天还留在他们的邻里中。 事情隔了十六年,林先生的第二公子,考上了台北商业学校,在星期假日的时候,他就乘着日轮回家。 那一次,在回程途中,逆流海面上,很不幸船触跤沉没了。 船上乘客一百多人,被海吞没了九十多人。 当沉船的那个刹那,满船惊叫,惨呼救命的声音,真是震耳欲聋。 林公子虽然稍微会游泳,但是海浪太大了,他又被卷沉了,就这样在海中奋斗。 忽然间他感觉到身体好像被一个圆桌般的大东西拖起来,一看,自己是躺在乌龟的背上,再看清楚一点,乌龟的嘴巴大得像个脸盆。 他吓一跳,想必这下子一定会葬身在乌龟腹中。 于是他打算翻身,在跳人水中,但是当时,人已经无力在挣扎了。 后来,不知过了多久,在翻身的时候,忽然间看见,乌龟的背上竟然写着预言号放生五个字。 他才知道,原来这是父亲当年所放的那只乌龟。 忽然间,他的心情由悲哀,恐惧转变成无限的欣喜和安慰。 原来乌龟是来救自己的。 于是他抱着那只乌龟,让乌龟载着自己。 他口中念着佛号,祈求保佑。 乌龟很悠然自在地鼓动着四只脚,好像划船一般,在狂风大浪中奋斗着在他上岸。 还没到岸的时候,林公子就跳跃跳上浅滩,再回首看,乌龟还浮在水面。 林公子就向他合掌,拜谢他的救命之恩。 乌龟也仰起头,点点头,好像环礼的样子。 而且还开口百足,发出了声音,好像非常欢喜庆贺的样子。 然后才转头游开,岸上的居民都急来道贺。 在这一次的海难当中,只有十多位生还的乘客,调查起来,原来都是一些孝子、贤富,还有平时行善不失的人,可见上天保佑善人,而且家又忍者的后代。 当地邻里们知道这件事,都很感动,而且欢喜行善。 本来有位星象家为林老先生算命,说他可以活到七十岁,但是林老先生活到八十八岁,而且是无疾而得到善终。 当地的父老们,至今还是喜欢谈论这件感人的事实,这事迹详细地记录在阿弥陀行刊七十七七。 因果是一点都不差的,在茫茫大海中,乌龟怎么会知道有海难呢? 又怎么会知道恩人的第二公子今天落难在海中呢?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,乌龟怎么能够在大海中找到他,又拖宰他呢? 我们以人力来找,也未必能够顺利找到啊。 众生的灵性和佛性实在不可思议,因缘果报也不可思议。 乌龟能够知恩,又报恩,不惜在狂风大浪中,冒着危险送恩人的孩子安全回家,这种精神,人类也未必能有。 是多么值得向他致敬啊? 我们要学习一切众生的美德。 《华严经》说,六道的众生,不论是什么种类,只要他有功德,乃至小道只像微臣那样的小功德,我们都应该随喜赞叹,向他们学习,一切众生都有他的美德,值得学习。 李静还来不及,怎么忍心杀害他? 我们看这位林老先生,当年是不忍心乌龟受苦,要救乌龟,放了乌龟重生。 而十六年后,事实证明,他是救了自己的孩子,放自己的孩子重生。 众生皆有灵,放生是成佛最大的助缘。 放生有十大功德,即无刀兵结,免战争杀祸,长寿,健康,少病,免天灾恨祸,无诛灾难,子孙代代昌盛,生生不息,多子疑难,一帆风顺,和天心,顺佛令,物类感恩。 诸佛欢喜,解怨世仇,诸恶消灭,无忧无恼,喜气吉祥,四季安宁,得生天上,想无极之福,若奸修净土,只可往生西方极乐国土。 放生是成佛最大的助缘。 要放生,尤其是每月百,千人的大放生,即和众人愿力,消夜罪速。 悲心出资买命放生,旧度即将被人类宰杀吞食触到众生,所积福德身广无量,能消解病业疾苦,无明因果病痛,使各种身染恶急速的痊愈,同时解除类世渊亲债主之千禅。 因此放生法门,功德第一,据舍论中说,凡买卖刀、枪、鱼王等用作杀生的工具,买卖双方皆当堕于地狱,并且在工具未毁灭之前,日日增上无量的罪业。 《华言经》之《普贤行愿品》中说,众生致爱者生命,诸佛致爱者众生,能救众生生生命,则能成就诸佛心愿。 《启经》中说,戒杀放生,得长寿报,又戒杀放生,可解怨是结,常养悲心,润菩提种。 《寒沙问时德》,放生可成佛否,时德达约,诸佛无心,唯以爱物为心。 人能救物之苦,则能成就诸佛心愿矣。 故一念慈悲就已悟命,是一念观世音菩萨。 日日放生则慈悲日日增长,久久不息则念念流入观世音菩萨大慈悲海矣。 我心急是佛心,焉得不成佛乎,故知放生因缘非小善之所能比。 凡我同愿,以广行劝勉,谱令群生,同归悲话。 简单的放生方法。 一、不预定,在不预先告知的情况下,突然去采买物类放生, 以避免渔夫猎人商家借此捕猎兜兽。 二、不固定,不固定时间地点采买,不固定时间地点放生, 总之避免有心人士借此伺机敛财捕抓而获及放生物类。 三、多少不拘,随个人发心, 十元不嫌少,千万不嫌多, 悟命一条不嫌少,悟命万千不嫌多, 但求慈悲至上,心成为要。 甚至没钱,也可以出力,随喜放生,赞叹放生, 也是功德无量。 四、受三归一,念佛。 放生前一定要受三归一并念佛。 今朝有缘放弃性命, 无人更当发菩提心, 愿物类众生永不在堕三恶道中, 并得于今生报尽, 来世为人,执欲佛法,念佛修行,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, 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之苦。 此乃放生中之大放生, 是放生中最重要、最究竟的意义, 放生的简单仪轨。 一、放生地点仪,选择人烟稀少。 地、广水深。 适合物类生存之地域为原则, 放生是救命的行为, 把众生当作是自己的父母手足子女看待, 尽量做到周全完备, 数几乎问心无愧才可以。 首先要念诵大悲咒三至七遍加持一杯大杯咒水, 可以预先加持准备好, 撒在被放众生的身上。 一边撒一边念难无关是因菩萨、圣号。 二、念忏悔文。 往昔所作诸恶业, 皆由无始贪嗔痴, 从身与异之所生, 今对佛前求忏悔。 念三遍。 三、念三皈依。 再为他们念三皈依。 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 皈依佛不惑地狱, 皈依法不惑鬼。 皈依僧不堕畜生。 念三遍。 四、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宝济如来, 南无宝圣如来三遍。 因为宝济如来, 宝圣如来曾经发愿保护, 被放的众生, 不再受到伤害。 诸、记音纪。 五、念六字大明咒翁曼的巴咪欧一百零八遍。 六字大明咒翁曼的巴咪欧, 可以使被放的众生, 免去再次被捉的灾难。 然后,全部放生。 六、念南无阿弥陀佛数量不限, 边念边放生。 七、回向。 放生功德书盛行, 无边福慧皆回向, 普愿沉溺诸众生, 速往无量光佛杀。 比赛瑞相 marin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